而最近很多先肉明星们,也是接连被爆出喜讯来,而身为圈内的魔法楷模,英彩儿也是被传出了已经怀有二胎的消息来。 不过对于这个消息,事件的当事人英彩儿和他的老公陈小春,却都没有对这件事出面做过回应。 但是近日英彩儿一个人现身在北京机场的时候,也是被人拍到了照片。 而当时英彩儿是一个出现,他的老公陈小春并留在身旁陪同,而且当时英彩儿身边,也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跟随。 当时英彩儿出现在机场的时候,打扮也是十分低调,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,戴着口罩,一个人推着行李箱,而且还一直在摆拢着手机,不知道是在联系工作人员还是陈小春。 而当时英彩儿的穿衣打扮,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。 当时英彩儿穿着一件十分宽松的棉大衣,看起来十分的保暖。 而且当时英彩儿穿着的衣服看起来也是十分的宽松,正好也是将他的肚子给遮到了起来。 而且当时英彩儿的身形也是有些发福,让人看着,也是有一种韵味十足的感觉。 英彩儿机场穿大衣遮度,韵味十足,陈小春回应二胎态度暧昧。 而且这段时间,网上一直有消息传英彩儿因怀孕。 而且这次现升机场的时候,英彩儿又是用宽松有厚重的棉服,把肚子给遮到了起来。 这也是让人不得不猜测,是不是真的已经怀有身孕了。 而作为英彩儿的老公,陈小春回应二胎态度暧昧。 之前的时候,陈小春也曾经被问及过二胎这件事,在被媒体们追问有没有想要二胎的时候,陈小春表示Jasper一直都想要一个妹妹。 而英彩儿对于二胎这个问题的回答,也是十分的耿直,只言可以准备。 但是同样对于身二胎的问题,陈小春却并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,只是说,自己还是要加油。 小编听着这句话的意思,应该是二胎计划在准备中吧。 但是目前为止,陈小春和英彩儿,两个人还没有对网上传出来的怀孕传闻,做出任何的回应。 所以不管英彩儿啊,现在是不是真的怀孕了,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坐等着。 下面讲中文静,总是按赞,只见 目前为止,花赠